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图决斯坦伊利哈萨克自治州 抓普的63岁知名人士阿卜多瑞西提·萨利哈尔基 于6月6日被中共政府实行酷刑殴打致死 其葬礼也只允许主要家庭成员参加 这是对东图决斯坦人民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我们维吾尔TV团队全体员工 对其进行真诚的祈祷 在美国华盛顿和临近城市的维吾尔人狙击在白宫前 继续举行抗议 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图决斯坦 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实施的一系列欺压破坏的示威游行活动 并引起了白宫的注意 此活动将持续两个月之久 对此东图决斯坦信息中心首席知识官阿布图吉里里卡尔卡西说 我们随时随地与在白宫前进行反华示威游行的维吾尔人在一起 无条件地支持他们 现在东图决斯坦正处在人为的灾难中 我们必须凝聚在一起 不断充实自我 壮大自我 在反华斗争中尽最大的努力 新环网5月24日报道 5月22日开始 中国陆军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图决斯坦库尔勒 举行了练兵备战及转型建设军事演习 5月23日 中国陆军实施了远程火箭炮实弹射击 北约国防部长狙击在布鲁塞尔新的办公地点 讨论俄罗斯对东欧的威胁 这是北约部长首次讨论 如何对东欧国家部署新的战机和海上军舰 航天新闻6月6日报道 联盟MS-09宅人飞船 在汉萨克斯坦白克诺尔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 他将三名远征杠56队的三位成员运送到国际空间站 船员将由一名俄罗斯指挥官和一名美国及德国的飞行工程师组成 威地马拉国家司法建立研究所6月5日报道 6月3日 富埃哥火山砰发导致遇难人数已升值75人 其中23人的身份已确认 同日下午 富埃哥火山再次砰发 导致救援人员和难民紧急撤离 救援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